我告诉你哦 小孩子每天的早饭 一定要吃的有营养 早饭要是吃不好 那岂不是说在起跑线上 以后孩子的早饭 你可以给他做这道面鸽大汤 简单方便 还有营养 晚中加入两勺面粉 分两次加少许水 边倒边搅拌 给他搅成面絮状 锅中有热 爆香葱花 倒入西红柿 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西红柿的汁炒出来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蘑菇和木耳 调热加盐鸡精 烧开后 撒入面絮 再加两个鸡蛋液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小青菜 用勺子轻轻推匀 最后来点香油 即可开喝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给孩子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马上过年了 年夜菜做一道这样的萝卜丸子 比这碗很好吃 碗中放入青萝卜丝 胡萝卜丝 加适量的盐 右手抓拌 杀出多余的水分 再把它挤干 加入毛钱的肉末 葱姜 盐和五香粉 条件允许的 打入两个我刚下的蛋 再倒入一包小酥酥酸硬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搅成我这个样子 再揪一小块 搓成丸子 六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 费心忘食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吗 非常感谢 这样炸的萝卜丸子 外酥里嫩 特别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马上过年了 年夜菜做一道这样的萝卜丸子 比这碗还好吃 碗中放入青萝卜丝 胡萝卜丝 加适量的盐 右手抓拌 杀出多余的水分 再把它挤干 加入毛钱的肉末 葱姜 盐和五香粉 条件允许的 打入两个我刚下的蛋 再倒入一包小酥酸硬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搅成我这个样子 再揪一小块 搓成丸子 六重油温下锅炸 我每天都在 费心忘食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吗 非常感谢 这样炸的萝卜丸子 外酥里嫩 特别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又虾油脆的杂香菇 原来是这样做的 香菇给它切片 用开水烫一下 再用力挤出水分 碗里倒入一袋小酥用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打入一个公鸡蛋 加适量清水 调成酸奶的银透度 香菇裹上脆皮糊 六重油温下锅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否给我一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炸的金黄酥脆几口出锅 太香了 酥脆可口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又虾油脆的杂香菇 原来是这样做的 香菇给它切片 用开水烫一下 再用力挤出水分 碗里倒入一袋小酥用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打入一个公鸡蛋 加适量清水 调成酸奶的银透度 脆皮糊 六重油温下锅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否给我一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炸的金黄酥脆几口出锅 太香了 酥脆可口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年夜饭的餐厅桌上 你一定要小费知道花开户贵 育育年年富贵 头都垫上筷子 红树切花刀不要切断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豆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一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切成和你一样漂亮 放入盐水泡软 再均匀裹上玉米淀粉 油温五成热下锅 炸至定型熟醋捞出 锅里有底油 倒入一小包糖醋汁 再也不用担心糖醋比例掌握不好 它还可以做糖醋排骨 糖醋鱼 都非常好吃 熬至粘稠后 淋在土豆上 撒上白白的黑芝麻即可 赶紧动手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年夜饭一定要做这个炸五盒子 寓意的笑口藏开 肉鞋里加入葱姜末 料酒 两勺生抽 蚝油 少许的盐和鸡精 香油 一勺淀粉 我每天都在真正的叫做菜 头都响大了好几圈 能否给我一个小爱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洗干净的茄子 切成薄厚均匀的夹刀片 像这样全部给它塞满肉馅 放在一旁备孕 碗里倒入一袋小酥油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铁的关键 加入适当的清水 调整酸奶的粘稠度 茄子挂上糊 五重有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得金黄酥脆捞出 外酥里嫩 太香了 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平时咱们要是大鱼大肉吃腻了 你就做一道爽口又紧腻的凉拌菠菜 准备树上摘的菠菜 用清水给它多洗几遍 清洗干净 洗好的菠菜切去根部 改刀切段 锅中水开 加入一勺盐 再放点食用油 放入菠菜 焯烫两分钟 这样烫的菠菜 翠绿无变色 再放入胡萝卜丝 烫两分钟 捞出来给它过凉 然后挤干水分 放入碗里 再放入提前泡好的粉丝 加入一勺盐 鸡精 一勺松抽 一勺香醋 蒜末 再放入少许的芥末 才能体现出这道菜的高端 再来的干辣椒 浇上一勺热油 给它激发出香味 菠菜你在家就像我这么做 真的是太爽口了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年夜饭一定要学学知道 香酥薯香鸡翅 寓意着熟你吉祥 健健康康 鸡翅中去骨 加入姜片 蒜片 多放点洋葱丝 再加入一勺盐 胡椒粉 生抽 毛油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我每天都要用新的浇做菜 婆婆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个小红星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婆婆切条 再入鸡翅中 碗中放入一包小酥专用粉 加入适当的清水 调整酸奶的辣丝状 加入一勺油搅匀 鸡翅裹上糊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一定要小火慢炸 炸的金黄酥脆捞出来 外酥里嫩 特别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马上快过年了 年夜饭做一道这样的爽口小凉菜 比大鱼大肉还要好吃 皮蛋用线切成四半 黄瓜拍碎 再切小块 放入碗中 加焯好水的腐竹木耳 蒜末 小米辣 盐白糖 生抽 陈醋 花生米 香菜 好吃的关键 多造点油泼辣子 左手抓拌均匀 放在皮蛋上摆盘 酸辣爽口 好吃到停不下来 是不是很简单呀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今天咱们用胡萝卜 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您肯定能血沸 不好吃您过来打死我 准备两个灰烙磕的胡萝卜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放入蒸锅 上去蒸熟 取出 用我们家祖传的梗面上嘴唇泥 再加入三勺土豆炼粉 裹成面团 分成小祭司 团成圆球 放入蒸锅 上去蒸六分钟 小碟中放入蒜末 葱花 小米辣 生抽 陈醋 密质辣椒油 搅拌均匀 中熟取出 配上蘸料 QQ弹弹非常好吃 喜欢学会的老铁 双击关注 美食每天攻心 我告诉你哦 以后你再做麻婆豆腐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只要记住两点 就能轻轻松松 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把豆腐 切成四四方方的长方形 水开下锅 加一小勺盐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 方便入味 还不容易碎 煮熟捞出 另起锅 放入五毛钱的肉末 炒至变色 放入葱姜蒜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重点来了 一定要小火煸炒 把肉末的香味 和豆瓣酱的红油 给炒出来 然后加一碗清水 下入豆腐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小火再煮它个两分钟 最后分两到三次 加入水淀粉 这样才能让豆腐 均匀的裹满汤汁 撒上花椒面 葱花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 好吃又下饭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去大厨 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哦 以后你再做麻婆豆腐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只要记住两点 就能轻轻松松 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把豆腐 切成四四方方的长方形 水开下锅 加一小勺盐 这样煮出来的豆腐 方便入味 还不容易碎 煮熟捞出 另起锅 放入五毛钱的肉末 炒至变色 放入葱姜蒜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重点来了 一定要小火煸炒 把肉末的香味 和豆瓣酱的红油 然后加一碗清水 下入豆腐 调味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小火再煮它个两分钟 最后分两到三次 加入水淀粉 这样才能让豆腐 均匀的裹满汤汁 撒上花椒面 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麻婆豆腐 好吃又下饭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去大厨 赶紧做起来吧 跟着分享这个 我体重管理器 超级喜欢吃的 土豆泥沙 五分钟就可以搞定 蒸好的土豆 沿沉成泥 还有鸡蛋也碾碎 加上黑胡椒调料 来点切片的黄瓜 还有蟹柳 给它撕碎 好吃的关键就是 这个低脂的沙拉酱 这个拌蔬菜水果 都贼好吃 最后放一点虾仁 太好吃了 土豆沙沙的口感 然后配上这个脆脆的虾仁 还有黄瓜 还有这个沙拉酱的味道 真的绝了 姐妹们 你们知道连续喝一个月的 桑胜水会有什么变化吗 桑胜杆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醋 对25岁以上的姐妹来说 是非常好的 但大家记得冲泡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种 70度左右的一个温热的水去冲烫 这样的花青醋才不会被破坏 然后像我们体寒的姐妹 还可以加一颗红枣 或者是玫瑰花去中和一下 一个星期可以喝个两三次 好处真的特别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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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